我要对你们说一声对不起 但瓷器是我事业的开始 也是我如今希望自己毕生心血 能够最终汇聚 发生出心涯的一片天地 我遗憾的是 终究是看不到青华寺小镇最终的模样了 但我庆幸的是 这其中的设计 规划 有我的参与 有我这些年 在玉瑶市度过的时光 参透的人生 科研是我的往年教 他像曾经的我 但又远远地超过了曾经的我 我希望他能继续我的这份事业 让玉瑶市 焕发出全新的光彩 我决定 我决定 千和资本继续投资 由科研主导的青华寺小镇乡 来日 青华寺小镇 真正取得成功的时候 小柯 给我倒上一杯茶吧 呈在青华寺展里 只要品上一口 我便能开怀了 偷得福生半日闲啊你 一会儿 画工飞涨啊 那你还在愁什么呢 做那些 本来是想说 可以带动一下回资楼的发展 没想到 我做的东西倒是卖出去了 对大家一点帮助都没有 你想要帮大家 这路子别又来了吗 你这个工作室也做不了那么多活 放给大家做呗 早想过了 但治标不治本啊 希望 其他人的创造力 也可以被外界看到 而不只是说 我或者是科研 帮大家牵线搭桥 我也希望客人可以主动找上他们 并且因为回资楼里的每一个人 让外界了解到 做词这一整个大群体 你的工作事业刚起步 别给自己那么大压力 这是我和科研的初心 我相信 我可以看到那一天 为了目标 全力以赴 这就是你啊 是向门 放松一下 那我去拿杯子 嗯 好久没来这边了 现在倒是规划得有模有样的 现在市集 每个月报名的人数都很多 大家积极性很高 哦 那这样的话 你那边应该有很多事情需要处理吧 还麻烦你跟我跑来这边 不好意思啊 不麻烦 多亏了周全的帮忙 马老的资金一到位 所有的事情 都已经布上了轨道 骨节的招商很顺利 回资楼的改进也已经收尾了 世界还要再扩 我们打算选一个新职来当做分场 对了 俊阳今天啊 已经去找城区开会 会讨论出一个结果 所以你现在 就是我的工作重点 我是说 只有你出了你自己的拳头商品 给回资楼的人打个样板 相信他们才会更有信心 那对我而言 有了你的拳头商品 我的工作目标也会更清晰 那 我请你看看 喂 你在哪儿呢 商业街啊 怎么了 大哥 挺有兴致啊 跟小满在一块呢 集市扩大规模的事情搞定了 除了现有的骨节 城区想把西区老磁场的这个 旧纸座文创项目的改建 希望我们给出一个可行性的方案 你去把齐文他们全部找过来 等会儿有时间我们一起讨论方案 你放心 我安排啊 你呢 你别光想着规划项目啊 你和小满是不是也得重新规划一下啊 好丑啊 挂了 我帮你拿 不要 我再去那边看看 好丑啊 这个女孩呢 叫宁宁 大学刚毕业 现在在创业阶段 主要做这个 你猜她这个灵感是怎么来的 怎么来的 之前做了大半个月的摆件 突然间摔碎了 当时她痛心疾首 突然灵感爆发 集中生智 就有了这个想法 借我看看 对 不错 销量如何 特别好啊 现在呢 她主要就是做这个方向 各种固定的都有 所以 我觉得好像 让我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 等回去呢 我爸给我留下的手杂 我要再研究一下 色彩啊 工艺啊 我觉得都可以创新一下 真好看 你看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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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你 谢谢 干嘛呢 把不好的挑出来 哪个是不好的 就这些啊 都是我下次的 啊 这么多 小马 你看 这每个都是你亲手画上去的 费了老大镜烧出来的 这输不要就不要了 我要给我的顾客最好 我心疼 哎 别放了 我们现在来看看这个图啊 这是整体区域的一个商业比重 红色的部分呢 就是商业气息最浓的地方 我们聚焦在这里 从古街逐步向周边延伸 发展特色餐饮 秉京玉瑶市老字号 请传统叫人入住古街 打造可体验可游玩可打卡的文化流界 好 哈喽 云友人们 今天呢我想向大家隆重推出 我们小马工作室精心设计的一款首饰和调整系列 他的名字呢叫做小马珠 是以设计师小马的名字命名的 然而他还有第二个很好的寓意 就是大家都知道 小马呢是我们二十四个节气当中的第八个节气 是夏天的第二个节气 每年的这个时候啊 就是每次都真正不完美 也是每次都真正不完美 陪着你去面对 是非和所随心愈和伤悲 缘分不断拉扯而迂回 人群朝睡朝醉 留下了珍贵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导臣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